丰盛服务集团0331截至去年12月31日子的中期业绩,受惠业务组合优化,收益跟2019年同比升14%至27.6亿元,而股权持有人应占日利同比大增1.3倍, 6得3.3亿元,毛利率增至20.1%,跟去年同比升4.7个百分点,毛利增加由基电工程及环境服务综合物业及设施服务两个分部所带动, 集团随成功转型由单一专注工程业务,到成为一家多线业务发展的生活服务综合企业, 从事全面的管理业务,综合物业及设施服务分部提供城市基础服务, 为集团贡献过半数的毛利及顺利,为核心业务,集团的基电工程项目涵盖各类型政府建筑物及大学, 医院及机场设施,其中有不少大型项目,例如将军澳入境事务处总部,赤立各航天城商业发展项目, 官堂及启德发展区的住宅发展项目,澳门明星世界等, 可见基电工程分部为集团支柱,于业务上相当稳健。 此外,集团于应用屋与服务设备时应用组装合成建筑技术, Modular integrated construction,及预製件,DFMA, 以减低能源消耗碳排放及建筑废料,有助增长业务及提升其盈利能力, 基电工程继续为本集团营业额的主要来源, 占集团总收益58.9%, 集团项目涵盖多类型建筑物及设施, 亦积极开拓内地及澳门的市场占有率。 此外,集团持续创新,投资于多项建筑技术, 包括建筑信息建模,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机器人整体解决方案, Robotic Total Solution,等, 有助改善经营效益及加强项目管理, 可考虑于4.68元买入, 上网6.8元, 跌穿4.1元止洩。